字幕提供 最近拍完很多影片之後 很多人就inbox我 問我怎樣可以做到好像天氣報告一樣 意思就是說 我的人仔就是一個角落頭 然後後面有一個我用的screen 就好像我做一個presentation 所以這次這條影片 我就會很簡單地教大家 怎樣可以用Final Cut Pro 去做到剛才我所說的這個aditing 當然如果你說不是我不是用Final Cut Pro 我是用iMovie的 其實一樣做得到的 那我會在另一條影片 教大家怎樣用iMovie都可以做得到 那在開始之前 當然要提醒你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subscribe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我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立刻打 notification給你 是不是很棒呢 所以事不宜遲 立刻開始 其實材料就很簡單 好像家運煮菜 主要是有一件事 就是 有一個green screen 或者一個blue screen 這個blue screen 和green screen 如果你家裡沒有的話 我上一條影片 已經教過你怎樣 可以在家製造一個studio 那你自己看一條影片 學回了 好了 當你做了這個setting之後 你就可以好像平時這樣 去做你的presentation 我平時很喜歡 就用一部iPad 開了我需要的app 然後我就照常地教 面前我正在錄這個 其實就是一個電話 再加一個美顏燈 好 類似是怎樣的呢 我現在用我的iPad拍一下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 行不行 所以呢 我就是要有一個電話錄著我 再加一個美顏燈 所以其實我同時間 是用兩個器材的 當我開始說的時候 當我開始要拍的時候 其實我就要開著我現在這個電話的錄影 然後同一時間 我就要開著iPad上面的錄影功能 當你拉下來的時候 這個白色點 其實就是那個screen recording的功能 我按住它 那它就開始錄了 那我就可以開始平時這樣上課了 所以當我教書的時候 其實我同時間就是用兩個器材 去做錄影的 一個就是電話 一個就是iPad 當我們已經有了這兩條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兩條片 一起放在電腦上 去做一些很簡單的editing 那怎樣做呢 現在就馬上開Final Cut Pro給大家看 OK 這樣開完之後 你就在這裡的New Project 那你就開一個New Project 那我改一個名字 譬如叫下下日才說 下下日 OK 好了 那之後呢 這些event 你不用理它了 OK 那之後有機會再說這些什麼event 這些是什麼來的 OK 那開了OK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把你剛才拍好的那兩條片 一條iPhone 一條iPad 的片 都拉進去 那實際上我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就要把兩條片重疊在一起 那所以呢 在這個setting上面呢 我就要把它這樣拉上去 怎樣決定哪一條在上面 哪一條在下面呢 你會發覺呢 其實這裡呢 你有沒有看到有深色和詞色 深色那裡呢 這個深色這個位呢 其實就是代表那個正片 你當是一個主要的那條片 OK 那就是說呢 在灰色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一個沒有那麼重要的片 是一個附加的片 那要拿哪一條來做正片呢 換個說話來講 其實就是用背景的正片 換個說話來講 我現在呢 要把這一條片的背景 切走嘛 那所以呢 這條片 有我的樣子上去的這條片 就是一條附片 OK 那所以呢 我就把這條片呢 放上去上面 那你現在就會發覺 咦 那我在播的時候 我就看不到下面那條片 沒錯啦 那所以呢 我現在呢 就要把後面的部分 切走它 那怎樣切呢 就是這裡了 這個位置就是教Effect的 那你就會找回 Video 拉下去 你看到Keying 然後你看到Keyer 你都會發覺呢 其實它已經預示了給你看 它會切成怎樣的了 黑色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它會切走的東西 本身如果我不用這個Keyer 是有藍色的嘛 我滾上去 就會黑色了 我就可以把這個Keyer的Effect 拉到這條片裡 欸 你就會看到呢 我的樣子呢 已經在那條Background的前面了 前面這個 我就要縮小它了 那我按這個位 你就會看到 我就可以縮小它了 如果不對的 你就找到 Transform 那個 OK 然後我拉小一點 放在旁邊 OK 另外呢 我當然也想後面那條片大一點 所以呢 我點一下這條 然後一樣 按這個 選取的功能 拔大一點那條片 OK 那其實已經 做了一個 好像天氣報告 這樣的狀況 那出來的效果 會是怎樣的呢 在這個時候 不如我們一齊看看衛星雲圖 在香港東南以南 正有一股強勁而有力的 發音風 預料會議時速 1999公里 略過香港 所以呢 大家記住 千萬不要去海邊 以免被口水花擊中 是不是超級簡單呢 我想其實 如果你用熟的話 用大概半個小時 已經弄好了 很快已經拍齊了 用Tier的Effect Line 其實很快很快 你就可以掌握得到 如果你是用Final Cup Pro 當然是最好 因為呢 變大變小 最方便的 不過不是一個人 都可能會浪費錢 去買Final Cup Pro 大大大都成二千元的 所以呢 我就會建議你 你也可以用iMovie 也可以做到 這個效果 如果你想知道 怎樣用iMovie 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就記得看我下一條片 OK 那這條片就說了這麼多 有什麼想知道的 記得要留言 喜歡的就like 還有要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下次再見 bye